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晓得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父亲 他到底是活是死的 国共卫战抓兵这回事 就是要抓老百姓年轻的去当兵 我父亲被抓走了 可是某天枪声响起 听到打枪的人说 抓不到他跑走了 也就是我的父亲被抓去当兵逃兵的 抓不到他我们抓他的孩子 所以我妈妈就把我亲戚就逃跑了 一逃跑将近十个月快要一年 所以不敢出来在生伤里面 过着野人的生活 我母亲呢就找那个臭这个布 红白蓝布 自己缝了一面国旗 交给他旁边的人 枪声停止了 不管你们在哪里 我老公还活着 你就把他插在高山上 老公如果死了 你就插在旁边 就这么简单 我的父亲到了76岁 离开市井我就整理他的遗物 结果呢 在这个床部底下 碰到一个烂箱子 用扫把把他勾出来打开一看 看到我最熟悉的东西 就是那面国旗 我非常激动 静命国旗 就是救我命的 救我命到台湾来 我将要开始挂国旗 挂一辈子 现在有时候还有人反对 还有人会烧我的国旗 如果有人破坏的话 我不会跟你生气 只有我一个人在奋斗 我的孩子不想参与 我的孩子也大 我的老婆不喜欢 我只要能够有自觉的一天 我都要生气 甚至于坐在轮椅上 或者是只要我有自觉 我所做的告诉人家 按照我一样做